我们顺便 顺便你来做一下 刚刚讲了2014年 2014年还是第二年 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 2015年 如果我把所有资料 来去观看一下 2015年 你看一下 这是全台湾 全台湾 所有的一个行政区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在32页 32页 您看一下 当我点了2015年 您看一下台南跟高雄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 请看一下前面 台南好像比高雄来得高 这边是台南市 这个是台南市 这边是高雄市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时候 更关心一下台南 台南关心完毕之后 我们还要去关心高雄市 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一个 登革热的病例数是很高的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因为想要看台南市 所以我又点选这个向下探索 这个按钮 然后点选台南市 那这个地图可能要稍微往上一点 这才是台南嘛 好 我们来观看一下 为什么它没办法直接导向 就是因为太多 它已经延展到 例如说日本 还有那个中国大陆南方 那几个城市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台南 台南以什么 这个叫做北区 很多 东区 好 反正就是 我稍微扩大一点来看 你看 这个地方有什么 仁德区 中西区 北区 然后永康 有看到永康 还有像这个安平区 还有安南区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我们看那个北区 它是直接导到日本去的 还有它把那个台中的北区 那些全部都混在一起来算 所以我们来算那个唯一的名称 像例如说永康区 安平区 看它在哪几个 那个村里 然后是不是聚集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第一个 我先点选这个永康区 对不起 这边要关掉 好 然后点选这个永康区 永康区在这里 然后呢 Ctrl键按住 我再点选这个安平区 当我点选到安平区的时候 永康区你看变好大 因为它会希望让您看到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大小的差别 Ctrl键按住 我们再点选安南区 你看是不是聚集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以行政区来去观看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做到这个地区 或做到这个地区 去做防疫的工作 那是不是就等于 就是成效不会那么的大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行政区 哪几个地区 它有扩散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来去做一个疫情的防疫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做探索资料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这也是结合大数据分析 我们才可能知道的一个现象